你见过这么大的水球吗 它正在以光速通过整个世界 一旦破碎 整个地球都会变成海洋 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 疯狂逃兵 结果这时却来了个气儿灯的小鸟 哎 就这么轻轻就一戳 花破了 地球上的人类要怎么自救呢 就在刚刚 男人正在开心的吃冰淇淋 结果一颗小水球 从天而降 幸亏是打到了冰淇淋上 这要是打到人就嘎了 为了找到元凶 男人赶紧向着水球方向翻找 结果却发现了一根成精的魔法棒 在作恶 男人非但没有制止它 反倒觉得很好玩 但很快他就得到了惩罚 男人把一堆气球放进嘴里 结果就嚼住了一个大个的气球 男人兴奋的把它注满水 然后这么用力一弹 我的妈呀 居然打出了原子弹的效果 男人觉得太有趣了 于是又嚼了个更大的 完了 这下闯祸了 水球居然成精了 不仅一秒变得无比巨大 还飞速的向城市进发 喝咖啡的男人 根本不知道咋回事 就被水球给吞没了 当时走到哪里 哪里的建筑物也会瞬间消失 更可怕的是 每吃一座城市 它的体积就会变大一分 原来水球觉醒了意识 它要吞没地球 把地球变成海洋 吓得地球上的人都开始疯狂逃窜 北以为只要水球不破 就有一线生存的机会 可一只翘儿灯的小鸟 却飞了上去 因为好奇 它咔巴就这么一啄 完了 水球炸了 大水瞬间就吞没了整个城市 北以为人类 全都得完蛋了 结果却是男人的噩梦 所以千万不要做坏事 否则会得到惩罚呀 它是碰瓷界的天花板 每次碰瓷 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 死里挤番茄汁 第二步 装作不注意把它打翻 第三步 故意踩上去 滑倒自己 直至屁股着地 血疼 最后顺利的得到赔偿 收好支票后 它就开始拆绷带 随后技术娴熟的 嫁和西去 因为它要准备物色 下一个倒霉蛋 没过一会儿 这个女人就躺在地上大吼大叫 原来是刚刚男人倒车 听到砰的一声 瞎车一看 女人一看车不错 更是来了劲 就这演技 没有三五百年 根本练不出来 很顺利 她又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打开后备箱一看 我的天 这都是道具 她摘下风带 女人很满意 今天开单不错 刚准备收工 迎面就来了一位 英姿飒爽的老太太 这一看就是有钱人 这不又来活了吗 女人兴奋的跟了上去 刚找好姿势 突然 完了完了 这回事真撞上了 也不知道撞没撞飞 老太太也没看见 哼着小曲就倒起了车 哐汤一声 伴随着医生惨叫 女人又被碾压了一遍 等到消防员赶到时 女人一动都不敢动 可消防员一眼就认出了她 知道她是碰瓷的惯犯 女人尴尬的笑了 随后她被送去了医院 显然之后至少半年 她都要在医院里躺着度过 而且得不到一分赔偿 所有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支付 这真是没有罪惨 只有更惨 这是一只红绿相间的灵鸟 它会让大帝展现梦幻一样的颜色 它所及之处连最害羞的鲜花 都会绽放得异常绚丽 甚至会闪着波铃波铃的光 灵鸟带给大帝勃勃的生机 还有丰富的果实 但有一种极美的果实 只会生长在灵鸟触及不到的地方 它究竟会是什么 让我们一同来看看 这神仙水果的成长过程 它先是由一群透明的细胞形成 像一串剥了皮的葡萄 随后又慢慢的增大 它们会自动融为一体 变成咬一口就会爆汁的水晶球 随后分泌出诱人的枝叶 但这却是巨大的危险 水晶球下居然长着可爱的小牙 伴随着致命的诱惑 一直不知世事险恶的蚯蚓 钻了出来 在它舔食枝叶时 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 然后就啪哑 最后液体瞬间四处扩散 充斥到植物的每个细胞里 果实在接受到营养后 在细胞的基底 又形成了无数的种子 接着由细胞液 输送到果实的外表 一瞬间又被氧化 果实迅速 被坚硬的外壳包裹 而后如舌头般的触角 会缠绕藤蔓 变成结实的根茎液 以便于更充分的进行光合作用 促进果实生长 最后一颗硕大的果实就成熟了 就这样的在仙界才可以吃到的果实 你有吃过吗 这个老人可不得了 每天都要遭到杀手的暗杀 却还是活到了500岁 直到501岁 出了意外 因为老人获得了世界第一常数的奖杯 危机第二的弟弟不甘心 于是起了杀心 每到夜深人静 弟弟就会研究致命的机关 魔化精密的暗杀 于是他偷偷的在哥哥家的院子里 布置了暗杀局 哥哥还不知道 刚拿起扫把 就触动了死亡机关 只见一个生的老人突然挂了出来 不偏不倚的掉进了桶里 随后一个良衣甲 又被甩飞 触发了乒乓球机关 当乒乓球滚落到地上时 又启动了除草机 可怜的哥哥还在好奇 被动了手脚的扇叶 就已经向他发起了进攻 哥哥及时蹲下躲过一劫 极度兴奋的弟弟 却被削去了一只手 这下他更生气了 把自己的一切痛苦 都寄到了哥哥的身上 于是他想到了更恶毒的办法 隔天 弟弟就拿着一盒礼物 敲开了哥哥的门 原来这是他们210岁的生日 善良的哥哥早就准备好了礼物 是个可以自动活动的假手 弟弟瞬间被融化了 但当他看到墙壁上 世界第一的奖杯 瞬间变得阴险无比 还催促哥哥快点打开盒子 但哥哥却怎么都打不开 这可把弟弟急坏了 当哥哥准备去拿工具时 弟弟决定亲自检查 可突然 他的另一只手也被削去了 失去双手的弟弟 决定放弃暗杀 直接了结哥哥 果然第二天 他就闯进了哥哥家 凶狠的举起了猎枪 但还没来得及动手 哥哥就被吓得 突发脑梗 死了 弟弟终于得到了奖杯 成为了世界第一 可刚出门 突然 原来是世界第三的老太太 他一直在偷偷观察 俩人 四肌动手 现在他变成了最后的世界第一 但照片上好像还有一个人 你们发现了吗 这是一个奇怪的婴儿 一出生 就必须要站在绳索上 学会走路 这时飞来了一只小麻雀 他被这只小肉脚给吸引了 于是就开心的和婴儿玩耍起来 还教会了小女孩走路 慢慢的 小女孩到了上学的年纪 小麻雀依旧每天陪伴 小女孩也会分享给小麻雀 一切好吃的东西 时光飞逝 小女孩出落成了花季少女 麻雀和少女也更是难舍难分 就在这时 女孩在一场party上 遇见了一个男孩 小麻雀十分不开心 但一只鸟和人类 又怎么能相爱呢 于是麻雀决定 让小女孩幸福 他甘愿为小女孩付出一切 但好景不长 战争来了 男孩被迫离开了女孩 去保卫国家 没有男孩的日子 因为思念 女孩的生活黯淡无光 他只想见男孩一眼 却到处都是阻碍 小麻雀知道女孩的心思 他想踏平这些障碍 但他太弱小了 怎么可能做到 于是小麻雀冒着大雨 又不远万里 拿回了男孩的信 女孩开心的拿起男孩的信 丝毫没有注意到 已经筋疲力尽的小麻雀 然而 不幸的是 男孩牺牲了 女孩开始神情恍惚 摇摇欲坠 一年以后 又一个婴儿出现在绳索上 女孩因为有了祭拜 治愈了自己 坚强的活了下来 转眼女孩就变得步履蹒跚 没走几步 就一脚踏空 小麻雀又一次接住了他 麻雀的寿命哪有那么长 但他却一直硬撑着活下去 仅仅是怕女孩在绳索上找不到自己 虽然很艰辛 但很幸福 女孩终于迈回了脚 小麻雀拼命的为他清理荆棘 可一转头 女孩已经不见 这留下小麻雀 一直呆呆的矗立在那里 很久很久 没有人知道女孩去了哪里 但在梦里 他又看见了那个雪球砸中了他 于是小麻雀又开心的飞奔了过去 守护永远是最沉默的陪伴 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这是世界末日的前一秒 一个卖报纸的小哥突然 啪击一声 众人开始四处逃算 身间所有人都炸裂了 事情很严重 短短几个小时 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 全部被啪击了 事情还要从一颗天外流星说起 农民工小土豆发现了他 他好奇的摸了一下 咦 黏乎乎的 根本没在意 于是还约起了朋友 一起喝酒 渐渐的 他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 于是就乘坐公交车准备回家 可刚上车就啪击 随后公交车上所有人都被啪击了 等车的市民正是吓坏了 各大媒体纷纷发出了蓝色预警 这种物质极具传染性 而且扩散的范围极为迅速 广大市民都开始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 但还是控制不住事态 就连科学家也无济于事 突然蓝色病毒越来越多了 开始猛攻这个星球 弱小可怜的外星小土豆 根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有的甚至开始祈祷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亲人们一个个死去 所有的建筑物都开始坍塌 幸免于难的两个恩爱土豆 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 地面已经一片狼藉 就连最高的统帅 也无法阻止这场灾难 蓝色病毒降落的越来越凶猛 但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可怜的小土豆 也难逃世界灾难的降临 结果 这是个惹不起的再逃公主 就这么轻轻用力一扭 居然就启动了 可以复活玩具士兵的机器 有轻轻的一波动滑轮 所有的玩具大军 都对他为命是从 就连最强大的姜母 都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但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阴谋之中 女孩名叫安琪拉 原本是个普通的女孩 却因为一枚奇怪的鸡蛋 从此改变了命运 这是妈妈留给他的遗物 鸡蛋周身都裹着厚重的金属 中间却有一个洞 女孩找到工匠 想要打开它 工匠却告诉他 这种鸡蛋只有藏在树洞里的钥匙 才能打开 女孩千辛万苦的 找到了那个神秘树洞 刚要去捡 却被一只老鼠抢走 女孩拼命的追 小老鼠一头扎进了雪地里 出来还不忘挑衅女孩 多损啊 女孩怒了 一路追到了桥边 又发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 沉睡了千年的骑士 女孩好奇的摸了一下 下一秒 骑士拿起砍刀就紧逼女孩 当女孩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骑士居然立马下跪 原来她的妈妈 就是这个亡国的女王 自从女王离开后 这里的四个国家 就开始战乱不断 十分危险 但女孩不管怎样 都要拿到钥匙 她命令骑士 带自己进去 找到小老鼠 他们一路走到暗黑森林 突然女孩发现了那只老鼠 可追到一个树洞 却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巨型怪物 一把抓起了她 竟然是一群老鼠组合而成 还想要吞掉女孩 千军一发之际 骑士一把抓住了女孩 一刀刺中了怪物 两人拼命的跑 意外的是 怪物并没有再追杀她们 原来是前方出现了更大的怪物 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 被老鼠大军抓住 一个骑士突然出现 救了公主 他们为了保命 公主只好先放弃钥匙 寻找新的机会 骑士带着公主来到了女王宫殿 见到这里的三个国王 他们是鲜花国王 雪花皇王和糖果女王 他们告诉公主 这里曾经是玩具世界 是她的妈妈复活了他们 这里有四个国王掌管 但有一个邪恶的姜母女王 在她妈妈离开后 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不仅企图统治这里 还想统治世界 但现在她的妈妈已经去世 只有女孩才能帮助她们 打败姜母拯救世界 因为只有开启这台 复活玩偶的机器 才能有能力和姜母抗衡 但这钥匙和女王一起消失了 公主仔细一看 这竟然和鸡蛋是同一把钥匙 为了保护妈妈一手创建的王国 她决定亲自去拿回钥匙 可没走多远 就中了姜母女王的埋伏 原来老鼠怪物 居然是姜母女王的军队 公主带来的军队全部被吞掉 自己还被老鼠军团拖进了洞里 随后又被一只巨大的手 丢进了玩偶城堡里 姜母女王的老巢 居然是一群会变戏法的套娃小丑 公主被吓坏了 随后又被小丑们送到姜母面前 但姜母女王反而 没有想要杀掉公主的意思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但单纯的公主却只想拿回钥匙 她意外出动了开关 玩偶宫殿开始剧烈晃动 公主趁机拿到了姜母掉落的钥匙 赶紧逃跑 当她打开鸡蛋时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公主心想 可能是妈妈让她拯救世界 于是公主把钥匙送给了糖果女王 他们成功的开启了玩偶机器 但这却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种军队你肯定没见过 他们是被赋予魔法的玩具军团 冷血 残暴 而盛产他们的是糖果女王 女王把他们放在机器上 出动开关后 瞬间就会变大 并且成为糖果女王征服世界的大军 原来姜母女王是发现了她的邪恶野心 被她驱逐出城堡 现在公主失去了价值 糖果女王命令士兵 将公主关押了起来 失望的公主 拿出了妈妈留给她的鸡蛋 意外发现了里面的镜子 公主似乎想到了什么 原来妈妈留给她的是相信自己 公主不想辜负妈妈 勇敢一次 她要拯救世界 于是她唤醒了士兵来帮助自己 首先巨大的问题就是 万米高空跳下 她要利用物理原理 将绳子固定在石柱上 她做到了 干得漂亮 他们来到宫殿 发现糖果女王已经准备了大量士兵 还准备实施计划 他们必须要立刻关闭那台机器 但想要悄悄靠近机器 就必须要跨过万米瀑布 公主命令骑士去通知姜母 自己则要穿过瀑布 利用风车爬进宫殿里 姜母得到消息后立马发起进攻 吸引糖果女王的注意 糖果女王制作的士兵实在太多 姜母女王很快败下阵 好在姜母早已逃之夭夭 而公主也成功进入了大殿 小老鼠及时出现 吸引了士兵的注意 公主则趁机关闭了机器 这时糖果女王发现不对 急忙赶回宫殿 并抓住了公主 公主极力劝阻女王 不要触动开关 可已经来不及 这次她失算了 机器改变了方向 将糖果女王变成了玩具 原来是公主调整了机器的方向 最终公主还是用坚强和勇敢 拯救了世界 原本因为妈妈过世 而伤心的安琪拉 也最终知道了妈妈的心意 她会用坚强勇敢和善良 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